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剛剛我們介紹完 CheckStick 我們現在要介紹一個類似的功能 然後它是 Folder Check 就在這邊有個 Folder 有沒有 Pack Folder 那它其實跟 Check 沒有什麼關係 它是跟我們的 Regen 比較有關係 譬如說 呃,我們 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前面這1,2... 前面這6,7軌 好,假設我選取這7軌是這樣選取 選取來,我把 Regen 選起來 而不是透過... 其實如果你要這樣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是把區塊都選起來 然後這時候我 Folder 這邊 Pack Folder 然後你就會發現 它把所有的區塊變成一個 Folder 在這邊 然後這個時候這些軌道都空白了有沒有 其實我可以直接 Delete 掉 好,不用擔心 Delete 掉以後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有一個 Folder 然後我們往下... 這個區塊我們點兩下 有沒有 它就會直接顯示這個 Folder 裡面的內容 可是如果... 可是我們其他軌道就不見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覺得必須往上一層 所以它是往下一層看到我們這個 Folder 所以它是以一個資料夾的型態去執行這個功能 那跟剛剛的 Check Check Stack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 Check Stack 你可以直接在表面板上看到 譬如說這個...有沒有... 可以看到可以直接叫出我的 Check 所以剛剛那個方式是以... 音軌為主 然後現在這個方式是以 Take 就是... 區塊為主 好,那譬如說我點下去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種 然後你可以... 譬如說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功能 Unpack Folder To New Check 或者是 Unpack Folder To Exist... 就是存現在的音軌 那我們剛剛把音軌殺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Unpack To New Check 然後我們就會叫出剛剛所有的軌道 然後低軌 Folder 就是空白了 有沒有 所以它只是把區塊變成... 整合成一個 Folder 資料夾的形式 好,但是在... Logipro X 這一次的版本裡面 它多了一個新功能 它多了一個新功能 叫做... Pack Tag Folder 這個我覺得非常酷 就是 Command Control F 如果你記得... 各位記得就是... Logipro 9 的功能 有個叫康頻的 就是這個之後我們會講到 就是我們在錄很多 Tag 的時候 可以去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 呃... 可以去... 譬如說我錄了十道 Vocal 在同一軌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 有點像區塊的資料夾 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去... 剪接... 以我的十遍的 Vocal 去剪接 我要成一遍的 Vocal 我講話一直打結 好,那這個時候 但是在... 那個在9的時候 Logipro 9 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把... 很多軌不同的... 就是... 你可能分別錄了很多軌 就是同一個內容的軌道 但是你沒有辦法把這些軌道 變成一個... Camping Check 那這一次我們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譬如說選起來 然後... Folder... Pack Tag Folder 然後這個時候它就會變成 Camping Folder 你看... 我就可以這樣子 譬如說Bass是這一軌 我第二軌 我就Bass 我要這樣子 然後... 這樣各位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可以直接... 把它做成這樣子 然後... 去調整我要的... 區塊 好,這個... 這個在錄 Vocal 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我可以... 針對每一個字句 然後重複的去錄 然後... 呃... 再去剪接我成我要的一個區塊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有沒有 然後甚至於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 呃... Flatten and Merge Flatten 有沒有 就變成這樣子了 這樣各位應該有概念了吧 所以我們一開始 你要稍微區別一下 呃... CheckStack的差異性 呃... CheckStack跟... 呃... Folder Check Folder Check的話 你看好 呃... 這個... Folder... 其實它不是以Check來講 所以它的位置在於... 是在Function這裡 Folder有沒有 因為它不是以... 它不是以音軌為主 它其實是以區塊為主 那這邊就是為了讓... 各位可以比較... 清楚知道它的差異性 所以... 我在... 音軌這個... 這一大項裡面 就先講到了這個... Folder 這個... 因為大家會有一點疑問 就是... 呃... 到底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本來就有這種功能 只是... 這一次Arg Pro X 就是做了一件事 把它分得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音軌也可以做一個... 資料夾的動作 我們區塊... 區塊做資料夾的動作 是之前的版本就有了 所以這是OK的 好,所以在這邊就是... 這兩個差異性 然後各位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然後去做... 呃... 利用 就是利用這些功能 然後讓自己更有工作效率